加拉太书第六章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肿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肿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不可丧之,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怎样。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凡西徒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割离, 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他们那些受割离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离, 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着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受割离, 不受割离,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 就是做新造的人。 反照此理而行的, 愿平安, 怜悯, 嫁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名。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